我們來做一下例題跟練習 第一個例題是課本的例題很簡單 他就問你說一個25公尺一個50公尺一個這麼多秒一個這麼多秒 請問你誰游的比較快 方法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認真努力算 算他游的有多快 距離去處理時間25公尺27秒大概0.93 50公尺50秒就是1 所以1比較大5.93比較巧 所以我們就說你會游的很快 第一個方法我們就認真努力去算出他到底多快 第二個就把它加倍double 25公尺50公尺就差兩倍 所以25公尺的話27秒加倍50公尺 27加2754 所以假50公尺要花54秒 同樣的距離花的時間比較多 所以游的比較慢 所以假游的慢游的快 這也是一個方法可以解決 可是第一個例題很簡單的判斷快慢 第二個例題是在我們的學測 所以你現在會考的考試中過程中有用到的 就是我們這裡習慣用的單位是每秒幾公尺 但是可能給你是每小時幾公里 你要做一個單位的換算 這個以前在考試過程中要用到這件事情 好 我們換算一下 那很簡單 請問你一公里是幾公尺 1000 所以公里變1000 1000公尺 請問你一小時是幾秒鐘 一小時60分 一分鐘 60秒 所以呢就是3600秒 所以小時變成3600 就往裡面塞 好 就做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會算出來 每秒25公尺 我們通常考試的時候 會出每小時90公里 或每小時72公里 這種數字 原因 可以整除 我們國中老師 心腸溝世界超級恐怖好 就把你東西都配到剛剛好 都可以整除的 不像高中老師都隨便亂塞 隨便亂塞 很難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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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數學能力進步了 OK 所以就可以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每秒20多種換算 好 基本上不會有人考試 直接考這個 但是會在過程中要用到 過程中要用到 把每小時幾公里 換成每秒幾公尺 好 最後 這個題目 我們也是我們的學測會考 好 考過類似 類似像這樣 動作片 英雄接近世界紀錄 追著被夾持的美女 叫英雄救女 假設車數只有每小時40公里 請問她追得到嗎 追得到 追得到 你告訴我能不能追到 然後為什麼能 為什麼不能追 你告訴我她 能不能追上 為什麼能追上 為什麼不能追上 來 停車戰界問 我們的英雄能夠救美嗎 我們的英雄能救美嗎 帥哥五號 佩麗五號 不要佩麗五號 叫到你就覺得很可憐的樣子 你知道嗎 你這樣子 能追得到嗎 為什麼不能 感覺不能 感覺不能 有沒有數字上顯示不能 請坐啊 不能啊 可是要有理由啊 理由就是要跑得比較慢啊 你換算一下 秒數十公尺 公尺換公里千分之一 秒鐘換小時三千六百分之一 但計算完之後呢 每小時三十六公里 那時速四十公里追得到嗎 所以電子上隨便亂引 隨便亂看就好了 你覺得一個車子開 舒適很快嗎 你慢 因為慢他的車子就追不到 不要怕他 咻 會走你更追不到 就追不到 所以人家就隨便亂引 就隨便亂看就可以了 他才真的是超人 能夠是人家的百米數 就輸了幾倍 呃 能不能知道 就是我們的給各位做的小小的練習 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個所謂的單位換算的問題 我講過了 這就是在 考試的計算過程中要用到 每秒幾公尺換成每小時幾公里 每小時幾公里 換成每秒幾公尺 這樣一個小小的技術各位要會 OK嗎 OK 很好